从昨天就有好多留言说 磊哥你敢不敢说河南村镇银行的事 不敢说是不是 怎么可能呢 我们这里可是自干五的频道 所有话题都能谈 我们平时说其他国家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 以及挖坟他们私底下搞的反人类罪行 是为了让大家脱职 也是为了对冲反贼们抓住中国一些负面新闻 恨不得把中国说死 和抓住一个外国的优点就往天上往死里吹 那属于是自情自贱了 我们讲国内的负面新闻是要解决问题 有病治病 而反贼是想借机推翻国家跟政府 他们只要看到群体事件了 看到举标鱼上街了 直接就高超了 所以河南这事又刺激到他们的G点了 那么这件事的核心是什么 我看了一下通报中提到的 豫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的股东信息 该银行的大股东啊 占股51%是许昌农村商业银行 而许昌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东 是一堆小公司和个人 为什么国有银行永远不会出问题 而一旦金融过度私有化很快就出问题了 中国的国有银行一直被西方攻击 说应该学美国全盘私有化 所以看出问题所在了吗 很多人对河南村镇银行的事不了解 那咱们今天就来具体说说河南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让大家心中有数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这事的起因是四家河南商业银行和一些互联网平台线上渠道业务爆雷了 他们用比正常银行高一个点到两个点甚至更高的收益率吸引客户 然后这些客户把钱放到上面 结果发现取不出来了 这里必须要强调一点 取不出钱的这些人不是银行线下的客户 而是专门购买了那些理财产品的人 他们在网上的钱取不出来了 当地应该是用红码来控制这些人 不想让他们上网 结果深拉这件事发现是一宗利用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 还有乡镇银行背书以虚构贷款篡改数据 欺上瞒下内外勾结的金融犯罪行为 昨天许昌市公安局发布了一篇通报 又抓了一批犯罪嫌疑人 冻结了一批涉案资金和资产 该案正在侦办并且有序进行 那么这个案子前因后果是什么 这个案子非常特殊 首先是村镇银行高管和私人企业股东相互勾结 用银行的真手续做了一套假系统 互联网平台金融理财项目和他们进行了合作 这些平台赚取的是渠道佣金 真银行的人拿真手续和外面的私人公司搞了一套假系统 钱能在自营程序里面看得到 但是实际并没有入账 并且调查过程中透露出来的账目非常混乱 内部的人把正常转入来的资金再给转出 然后再用自己的名字再转进来赚取高息 你就想这个利息给多少啊 涉案人员内外勾结进行了包装 而大量的钱是直接入了股东控制的私人账户 然后钱就被折腾没了 窟窿大概400亿 这是新中国城以来首次出现这种类型的金融违法案件 目前这些村镇银行线下的业务都是一切正常的 但是涉及到线上爆雷的渠道的钱都取不出来了 这里面包括他们官方的小程序 以及第三方平台 包括杜小满 国金索 360 小米金融 涉及这几家村镇银行的业务全都取不出来了 从客户端所看到的东西都没问题 有认证 有支付平台扣款 有存款协议 用户认为是存款 但是这些钱并没有根据存款的流程进入银行的账 所以银行方面说这不是真正的存款 正常的存款转账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支付转账的 都必须要上报人民银行进行报账 这样就有了存款保险可以保账了 而这几家村镇银行由于没上报 所以也没有支付对应的存款保险 那么这个案子的性质是什么 这些钱的性质跟P2P完全不一样 也跟之前购买理财产品也不一样 和存入银行后再被取走也不同 也不是什么非单 和之前出现的所有金融犯罪形式都不一样 属于前所未有的 真银行的人跟股东相互勾结 一起拿真手续做不合银行业务基本规则的事 属于完全置监管规则于不顾了 这帮人是精心算计了如何规避监管 你来查上面都没问题 其实真手续下面全是问题 从客户来说 这些钱看上去就是存款 跟私人公司没关系 并且和私人公司也没有协议 看上去的内容也是存款 其实被包装成了叫做存款产品的一种金融理财 监管方是如何处理的呢 银保监会表态说了 银行股东涉嫌犯罪正在调查 只说保护合法存款 近期接连发了几个监管规定 都是针对于这次实现的 很明显监管层被算计了 正在亡羊补牢 现在警方和监管层正在配合调查案件 现在村镇银行的资产不足以填窟窿 人行表态高度关注此事 还没说具体怎么办 多家媒体对这事进行了报道 人民日报也发文说了 村镇银行再小也必须保证存款的安全 相关设施的村镇银行都出现了取款大增的情况 甚至银行也主动联系储户 这里指的是银行真正的储户 不是线上那些被高息吸引购买理财的 银行给这些储户出示了人行存款证明 缴款以及保险等证明 而从昨天赌人民银行大门打着标语的人情况来看 很多人都很激动 很明显他们是被高息吸引的 有些是用借款贷款去搞套利去了 必须要承认的是 这些人基本都是被高息吸引 才购买这些理财产品的 钱取不出来了 这帮人就开始组织围堵政府部门了 我在照片里还看到了 他们竟然还举着英文标语 并且还看到现场还有孩子 这很明显就是背后有坏人在给出招了 这事从开始的时候就被境外反华势力重点关注 这都打出英文标语了 这给谁看的就很明显了 不过这事不是本视频要讨论的重点 那么咱回到案件的本身 在警方的通报中已经把情况说的比较清楚了 即嫌犯通过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扩股 操控银行高管等手段实际控制了这几家村镇银行 由于银行有金融牌照 可以合法的吸收存款和售卖金融理财等产品 这些人又通过互联网平台拦除和推销金融产品 等吸收到存款和金融产品资金之后 这些人又通过虚拟贷款的方式 把钱从银行给套出来了 那他们怎么做的呢 一般是通过跟自己看起来没啥关系的白手套 这些白手套有可能是人 有可能是公司 把白手套包装成一个借款人 然后再到银行申请贷款 由于嫌犯他控制了银行 是否发放银行的审批权 就等于在他们自己手上了 自己批准自己同意 这些钱以贷款的形式 从银行流出到嫌犯安排的白手套公司中了 然后这些嫌犯在私底下和白手套 把钱那么一分 整个流程就完成了 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资金爆雷的情况 不一定会变成刑事案件的 因为从表面上来看 银行借钱给了一些社会上正常的公司或者个人 他们或许提供了一些担保 假设钱还不上了 这就属于普通的金融借贷纠纷 银行可以起诉这些个人或者公司 要求他们还钱了 等法院判决之后 通过司法程序强制执行 如果通过强制执行程序 还还不上钱 则把这些人列入劳赖名单 不能坐飞机 不能高消费 高铁什么的都跟你没关系了 再等过几年银行内部可能就要做坏账处理了 这是一个关于信贷以及坏账的完整处理流程 现在之所以变成刑事案件了 就是因为一些储户和金融产品的购买者 发现取不出来钱了 这些人纷纷维权 社会舆论压力陡然上升 最后警方直接介入 发现其中存在造假跟金融欺诈行为 从这就能看出来了 金融银行的私有化真的会比国有银行更好吗 根本就不可能 金融这块真的是需要国家进行严控的 私有化是绝对会出大事的 老百姓的血汗钱 这是国家的稳定之基础 绝对要监管跟指导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首先我说过很多次了 在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 不要幻想什么坐地赚高息 另外对于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所有金融理财产品 一定要慎重 我的建议是只从国有银行 跟大型商业银行的官方去看理财产品 这里面因为不涉及第三方和其他的渠道问题 所以自然会规避一些风险 另外就是尽量回避高风险的产品 这时候买点货币国债理财产品 赚点低收益就已经不错了 还是那句话你苟住就是胜利 另外最近我看城市里很多地方都挂着大量宣传 预防电信诈骗的广告 经济不好的时候骗子总是特别的多 对于你的钱来说 你就是第一责任人 咱们首先自己要把好关才是第一位的 关于何南这件事 给警方一些处理的时间 我也会关注后面跟踪的报道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